你 怎么这么晚了 还来公司啊 明天早上 就是刘宁给我 二十四小时的 最后期限了 就算被开除了 我也得想出个 策划方案嘛 毕竟是当初你 把我叫到公司来的 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地 给你丢人呢 你有思路了吗 我想着 把我之前那个 百辆摩托车 环装搭包走的方案 在润色里面 柳青阳 行了行了 别闹了 下课了 不是下班了 你赶紧走吧 快走吧 下班吧 该吃什么吃什么 该玩什么玩什么 你门关门 我怎么不了 你走到一距沾南 会影响到我的思续 尔星阳 你用点心 我相信你可以的 相信我可以 我的嘴巴 再睡不睡 柳青阳 柳青阳 你跟我约定的时间到了 你让我看看你交到我手上 那是策划书还是刺程 到底行不行给个通胎话 等等 干吗 五分钟之后 所有人会议室开会 什么意思 听不懂啊 开会 最后一天了还想死我 世子多了不咬 王经理 说一下你的策划方案 是 经过调研 理想国是我是最为繁华 最标志的地带 活动人权以年轻人为主 明星的推广功力 显然要大于其他区域 而我们推荐的明星呢 是我们组经过调研 选出来性价比和号召力 最后 前期我们只要抓准明星的号召力 后期项目一上线 明星带动的受众群体 将会是我们的第一批 目标群体 柳组长好像不认同啊 不知道你有什么高见呢 高见谈不上 一些浅显的认知倒还是有一些的 那我倒想听听柳组长的方案 本来以为你们挺专业的啊 可谁知道你们也不过如此嘛 口气倒不小啊 明星是能带来报告领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们平时一直强调 理想国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项目 是针对全社会的 一个能买得起房子的人 不仅仅是那些去追求明星的孩子们 理想国是需要报告领 但我觉得更需要的是 在这件事情上 让所有人都知道明德集团 在理想国项目上的实力 说得一套一套的 方案呢 不能只靠一张嘴巴 慈善 虽然我在明德集团 待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知道明德集团 一直有做慈善的传务 是吧 我还以为你想到了 什么了不起的高招呢 如果非让明德增加曝光率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做慈善 就是最佳的胸子 明星只会带来能量 而做慈善 却可以引起全社会的能力 我们要做的 仅仅是在我们平时做慈善的这件事情 加以引力 让所有媒体来曝光我们明德集团 平时做的好人好事 做慈善的这些新闻 那么和明德一条船上的理想国 又怎么会被忽视呢 这个时候明德集团大张旗鼓地去做慈善 试想一下 一个资金匮乏的企业 在自己最危难的关头 还去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是不是也就堵住了 关于外界对明德集团资金链 断裂的这张嘴呢 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会有更多有信心的人 把资金投入到理想国这个项目当中去呢 那你呢 那你呢 这不比请明星做代言更有价值 上代 我说完了 两位组长都把他们的方案说完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 motivational 你说 daqui 我们就谁 我们聊天 我赞同柳青阳呢 vost ambassador 你的 self doen 你这个さん是否 te are owed 你哪啊 你说的 你许你许说完了 你许我好了 我为什么要说 你说呢 昨天还收场我24小时折制你滚烊 原因 也许我说完了 就二十四小时折制你滚烊 让我看到了你 做事情的能力 所以我将会留下你 严组长 说一下你的方案 说一下你的方案 修剑经老人 靠谱 地址我都选好了 就在世间 大家都知道 明德集团过去 经常以做慈善 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这次也不厉害 只不过我们要从 不同的角度出发 重新打造明德集团的形象 我们不仅仅是要投资 不仅仅是光靠钱 做慈善的 我希望的是 所有参与到理想国 这个项目的企业员工 能够清理清理 拿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投身于慈善事业当中 非常好 这才是我想要的理想国的宣传方案 我相信这个方案 不仅能给理想国带来商机 还能体现明德的社会责任感 刘静阳 我很喜欢你的方案 这样 接下来修剑经老院的事情 你全权负责 有什么需求随时 没问题 没有其他事情散会 怎么样啊 我说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的 又来了 刚想恭喜你呢 谢谢啊 谢我干什么 想法是你的 不过 如果说只是一个想法的话 那算你运气好 但是没想到 你居然做出了一整套宣传方案 确实挺让我刮目相看的 你啊 也别怎么夸我 我这人哪 是破肚豆不经夸 要不我把他吃个饭 摄衣子 刚才不太帅了